好的,各位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这里是黑衣侦探,就在今天中午,老米是官宣了1.4版本的第二位五星角色,如视频所示,是开服劈中没露过脸的新大柄角色,名字叫托帕,钱是手段,不是目的,工作才能使人快乐,这可是最基本的道理,好家伙工作狂是吧,人设正好跟隔壁的清雀反着来。 角色背景的话,这托帕是星际和平公司战略投资部的高级女干部,主管特殊债务纠察小队,还是实心实人之一,绰号崔讨黄玉,这背景说白了不就是隔壁火之债务处理人的幸转版本吗,无非就是从以前的讨债大哥变成了如今的收债少女,而且这立会文案中还都特别描述了她的搭档,有着敏锐感知的次元铺满,账账,即使是安保,精算,崔债,也都不在话。 也就是说这帐帐不再是以往地图中卖萌打杂的小猪,而是进化成了能收债的寻血猎犬,而且看这个描述还能战斗,也就是说这托帕能召唤帐帐参战,模式猜一下的话,会不会像警员召唤的神军那样,作为队伍的第五人加入战斗,攻击是做追加攻击的那种啊,而且这帐帐还对财富有着敏锐的嗅觉。 啊,这目前游戏中跟财富有些许挂钩的,大概就是地图上分散的宝箱了吧,难道说这托帕的角色秘籍可以自动找宝箱? 就像隔壁元神在大地图上直接显示地区特产物资那样,而且大家注意看托帕的职业好家伙,这竟然是目前崩铁游戏里的第一位火系巡猎角色,看来这又是位走高速度高单体攻击的新版本火系大C,那3加1纯火队岂不是也要诞生了? 配置无非就是托帕、吉子、艾斯达、罗刹,这样队伍里既有对单的巡猎,托帕也有对群的智识,吉子还有完美火斧既能加工又能提速的铜鞋艾斯达,最佳攻击还都能触发罗刹的奶,生存也不是问题。 当然,老黑这里只是提供了一点思路,毕竟吉子现在的风评大家都懂得,地位堪称常驻池里的老大男,这老米好不容易出了个火巡猎,还不得让老角色跟着喝口汤,顺便再重振下火系大C的地位,怎么着也不能差隔壁量子队太多是吧? 要不这一没铺垫,二还不是隔壁崩三的转身同位铁,在崩铁这么多高质量女性角色的衬托下,吸引力还是差点意思的吧? 那不知道各位老哥,你们的看法是什么呢?欢迎一起来讨论哈